我看了綠豆 講一些萬成香港人 都不是萬成的 移英香港人的苦況 有苦況的 移民怎麼都有困難 你移了過來 不是升天 有現實中的問題 錢的問題 有錢用什麼退網 現在看近日的樓價 親海站那邊都大跌價 長實大跌價 接著 將軍澳 由唐人帶的樓價都開始劈 一個連鎖效應 香港的樓不斷劈價 那些人拿錢走 那錢就少了 那來到 可能會有問題 當然 準備移民的人都可能會有問題 開始沒有以前那麼好賺 錢 縮緊 每個人都叫走 來到英國當然不是每個人那麼富有 都要有錢的問題 就是 人生錢的問題 尤其是一家大小的那些 你開始很大 隨時有幾雞 可能有幾兩雞 那好像我現在這樣 還沒找到工作 那就會很頭癢 如果整家的話 所以 怎樣都會有問題 那 我今天就想分析一下 還有看完綠豆之後 有什麼感想的 綠豆有個報告 他說 在萬城裡面 有十個香港人 就有三個就沒有工作 就是其中一個 七個有工作 七個就不知道做什麼 都很好 大部分 有人做 都找到工作 小量如我 我就要 不知道是不是有工作 都在等 看看之後再算 我都不肯定 但是初步已經是 有些頭緒 在英國怎樣找工作 都要慢慢學習 找工作都要學習 一步步來 都不能夠急 這就是我而英的其中一個難題 找工作 就是要承認 你會遇到一些 每個人都遇到的問題 都是不同的 就是有三成人 都會跟我一樣的狀況 找不到工作 就是這樣 但是他失業的意思很廣泛 有些可能真的專程不做事 家庭主婦 各有原因 有些譬如我這樣分析 最主要是移民英國有三類人 第一就是單身 單身的人 揭然一身過來 第二就是情侶 夫妻過來 兩個而已 兩個過來 第三就是家庭 就是攜佬帶幼 那攜佬帶幼 他本身也是攜佬帶幼 沒有那麼多資產都不夠膽 這樣做 通常攜佬帶幼 可能老人家留在香港 多 就是小朋友帶過來讀書 這三組的組別 其實都會遇到問題 譬如我們單身 單身 問題會比較少 我覺得不同的層次 有不同的問題 單身 單身沒什麼問題 單身就是找個地方 自己搬進去住 找工作做 這麼簡單 找地方搬 它是難的 萬成這麼多人搶 什麼時候輪到你呢 通常你給一年錢 就容易找到地方搬 其實我為了一個人 我又想置業的 其實租半年都夠了 半年 然後落地 立刻兩個月 用三四個月看樓 看二十多三十個盤 都應該會找到 物色到一些你自己喜歡的單位 那就可以搬進去 搬進去 然後就可以 你的租金就會大減 就不用給租金 譬如我在這裡住也不用給租金 一個人 一個人 就 靈活 我覺得好處就是靈活 不好處 當然 你找人幫忙 就沒有人幫你了 你要自己 想好它 量度它 所以重衝我看到 我自己有什麼特質 綠豆那個片集 他訪問了一對情侶 一個YouTuber情侶 男人不知為何 很辛苦 都哭了出來 但是雨過天青 現在就笑 但也有一個艱難時間 尤其是上班那段時間 未必適應工作的環境 我也不能夠口響 工作環境 我能夠適合 適應到 但是我來到 有沒有一刻想哭的感覺 我在香港也不想哭 也沒有哭的機會 我放來英國 我自己覺得 我自己本身 你個人也要比較堅強 我覺得移民 你問你自己是否一個很堅強的人 精神上 很堅強的 即是你遇到的問題 都不會怕 疼 哭 依賴 喊 吵吵 要返香港 自己一個很安靜的環境 你又可以的 有些人不喜歡靜的 很喜歡吵吵吵 很熱鬧 一大堆人 嗶嗶巴巴 所以如果你一個人移過來 你就要問自己一些獨處上的問題 如果獨處是可以的 你一定是有些問題你不懂的 沒有人認識所有的事情 你有信心可以解決 或者沒有信心也可以 你有信心 不害怕就可以了 遇到不懂的問題 你不害怕就可以了 譬如我找工作 我都是見步行步 我都很害怕 上公司第一次上 第一次試工 不是試工 訓練 很多事情都第一次 第一次去看租盤 第一次去看房子 第一次去看房子 全部都是第一次去看房子 全部都是第一次去看房子 那就是你有信心去解決這些問題 當然這些信心怎麼來呢 有夠錢 銀行有夠錢就定了 坦白說 沒有錢 所以我不是很建議 那些人太少錢 帶過來 然後就嘗試英國的生活 最起碼有一個物業的錢 買到一個物業的錢 為什麼有一個物業呢 就是 我看到很多家庭都是 感覺上 你買了房子就定了很多 還有會有個歸屬感 就不會有一種辛苦的感覺 沒有物業的沙手 就會很窄 會很容易想走 你沒有根窄在那裡 那你就會 不如走 這樣 回香港 反正政治的事情 與我無關 英國也不會說政治 英國也不會說政治 英國的官僚制度 也不會理會 你又不會理會 英國也沒有什麼特別的政治問題 它不是純粹是 資金 人工問題 都是 你喜歡白宮就白宮 很自由 變相沒有一個問題 你也不會特別吵 你也吵不起 你也還沒拿 還沒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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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居 有些人可能這樣想 就索性回香港 反正這裏政治又不關我事 香港就當自己 政治又不關我事 都要住大一點 但長遠來說 我們不能夠這麼短視 香港你真的看到好像 綠沉的感覺 樓家砍砍砍砍砍 你不敢買下去 你沒有物業 你夠敢買下去 好了 你有夠錢的 又不夠錢的 你要供樓 你買下去要供多久 會變負資產 我想你19年買的 全部都在吃錢 但不是很多 看地區 但是坐不穩 那個樓價是這樣 堆下來 以前看不通 為什麼會不斷推上去 現在看得通 就是 for this moment 推到這麼高 方便跌下來 容易跌下來 跌下來 也是 一層層 那些有錢 都不可以 方便他們走路 就是最頂的一批走 然後 你打算不放 好 我先走 好 900萬不放 800萬不放 600萬 700萬 500萬 這樣 最低是你 然後你剩下 如果把錢收樓 只有200-300萬 10年後 沒那麼快 就不會花 可能你從700萬 就供樓 那你就從500萬 就送給銀行 或者轉嫁 給另一個 已經移民的人 別人拿著你 夠錢 就在外國享受 原理是這樣 香港就是這樣 你香港還是害怕的 我當你不理政治 那你自業 你組織家庭,地方又不夠,也是兩難 其實移民這個問題也是兩難 只是我覺得移民是你早點面對一個新的環境 當然個人的問題,我覺得反而比較容易處理 有些人真的會回流,沒什麼大不了 情侶方面,如果你的情侶是好的,互相協同效應 旺富旺妻的,如果你的伴侶是協同效應,一起努力 互相賣單位,樂也融融,甚至組織小家庭,開始生 樂地生根,他裏面也有說,有些夫妻甚至搞到吵架 離婚不知道會不會,來到會不會離婚 愛情這些都沒有肯定,沒有一帆風順 我們假設大多數都是順風順水 就是和睦夫妻這樣 當然有個好處就是有一個可能 有一個找到工作,另一個找不到工作 可以先頂住 梅花間足,甚至可以過到一些經驗給他 你找不到工作,為何我介紹給你 介紹到你有為止 幫到你有為止 這樣 因為你解決到工作的問題 我想兩個人都有些收入之後 問題就開始解決了 就不會太緊張了 好了,我覺得如果你說移英的群組裡最麻煩 最難搞就是一家人 一家人有幾百個問題 首先 你要面對整個Hiyawaki 單身的問題 你自己一個個人也有問題 你來人家也應不應應 接著要解決伴侶的問題 我伴侶有應不應應 要解決你自己的子女的問題 子女有應不應應 三方面 適應之餘 收入都會穩定 來如何解決收入的問題 我想那些家庭性的 都不會謹謹言 都計過一條數 是如何通過 有些是玩太空人 聽過一些玩太空人 其中一個是通隨爸爸在香港賺錢 扔錢過來 等這邊的老婆或子女安頓了 起碼要多賺兩三年錢 如果你在香港找十雞 這樣一年 節省一點 三球扔過來 你不做一段時間都可以 因為你在這裡沒那麼好賺 要承認你未必能過得到的技術 一些銜接啊 甚至是 早前都跟朋友聊天 你這裡是說賺10磅而已 你扣一下稅 賺個7磅 7、8磅就... 我當日回8個小時 560元 560元你回5天嗎 5、25 5、6、30 即是2,800元 2,800元一個星期 2,800元一個星期 真理代的 扣稅 你乘4 4、2、8 4、3、2 4、3、2 都是萬多元的 即是打一份牛公 萬多元 那就招交萬五 萬多元 萬頭 除非他退稅給你 退稅給你 可能 萬六左右 不是的話 你是萬二左右 這樣就少了 所以有間房子會比較好 你燈油火立 你自己省點洗 其實就足夠的 如果有間多元 如果有間房子就足夠的 如果你租房子就足夠的 可能要打一份好少少的工 所以我自己覺得 移來英國的玩法 不同於香港的玩法 是先置業 其他問題就容易 如果你租房子也是很難的 我覺得這裡是 還有情侶可以分享 譬如可以租一個大單位 這樣也沒那麼容易 租一個大單位大概可以 現在看看市價 如果你倆人 租到七八兩尺 八八兩尺的 價錢是七八兩 然後加上水電煤 八九千 如果兩個人分享 每人都是付五千至四千五 兩個人有工作 其實都很輕鬆 但如果我有一間房子 我這裡有一個 基本的洗費 就是盈人費 就算甚至分享 譬如我媽媽 解釋 我媽媽在這裡 那我分享 這間房子的洗費 可能多一千 雜費多一千 多一些水電煤 這樣 這樣 都是圍到 多一點 這樣 接著就吃那裡 可能要加多一點 可能七八千 這樣 你看到買一間房子之後 你那個開支會小 有些人說要裝修 看你的房子的狀態 熬得到就熬了 可能都會有些東西要維修 那裡有幾千幾千 這樣 所以我覺得 香港人也是有一個 方向的 慢慢來 我覺得要 就是一步步 一開始做最低工資 我也是這樣想的 可能一開始做最低工資 先賺錢 有些錢就進化 自己 學一下一些東西 學過一技之長 這樣 我人到中年 我覺得都學到的 有些一技之長 然後賺多一點 但他多也有個抱 可能給你 原本是一萬二三元 可能會升到去找兩雞 找兩雞 不錯 這樣就會舒服很多 自己的一技之長 也不用求供 公求你 難免是有種叫做競爭 一定有一個競爭的感覺 而且是被人慢的 英國小孩二十多歲 做學徒 學識的東西 你四十歲才來學 我覺得最主要的人 是會有這種落差 因為看那個綠豆 那個Youtuber 他原先是做金融的 然後來到做貨倉 落差感很大 然後走路又要上班很長時間 走路很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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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走路很遠 那種感受不太好 可能 現在比較好 找到一份文職 可能會有這種 很強大的落差感 香港人要頂住這種感覺 第一 會問自己 為何我找不到工作 為何我找到工作 為何我找到工作 我香港不用找到工作 很厲害 天之嬌子 很小 小就小 不會有一種被遺棄的感覺 但英國也會有的 有一點的 例如我找不到工作 也是奇怪的 被遺棄的感覺 遺棄不完 起碼要摘了筋 所以 我不知道 我的玩法是倒轉 有些人是先找工作 才投資業 我是先置業 不要理 為何我先置業 很簡單 我幾歲 都三十多 沒有自己的地方 我在香港已經三十多年 沒有自己的地方 一來到不用想 先有自己的地方 先享受一下 接著我發覺 是有些不同 我現在都會遇到難題 我都不會很口響 說我一定能解決 但肯定不會想回流 你摘了筋就不想回流 困難依然會存在 至於一組家庭 甚至會吵架 都是誰說移民 都是香港好 有叉雞飯吃 有燒鵝奶吃 現在沒有了 爸爸又煮得叉 媽媽又煮得叉 子女又會吵 喊吵了 扔了地 回香港回香港 我不知道會不會發生 但是真的有人去 看綠豆就是 會向一些求助 向一些精神科的 諮詢師去求助 真的有這個問題 家庭的問題 家庭的糾紛問題 所以我覺得 我們是命運共同體 我們香港人 共勉之一起努力 因為香港那邊 都不是真的那麼好的 如果你回流回去 你不是又是面對 樓價又在下跌 你拿著層樓 都不知道買不買好 租的時候 租又貴又小 因為你在香港很多東西 都不合理 你一萬多元 這裡租到老年這麼大 兩邊都難賺 有機會 對於我們基層來說 香港 找得多多少 多多少少 又不會多到哪 這裡找一萬多元 夠洗夠穿 不會大富大貴 夠洗夠穿 所以我都知道 可能有些移英的香港人會看我 有些香港人會看我 我都鼓勵大家 難就難的 我都遇到困難 落地之後 前後也有 一起努力 一起拿一個永居 頂住 因為我想 英國當然 不會給你很大助力 都是玩一隻自身自滅的 遊戲 但已經是 沒有門檻了 如果你回頭 香港 變得更差的時候 你又會後悔 為什麼這麼早回流 為什麼不再捱一會 分享多一點 我的體驗就是 有些人就是 來到 很想找回流 有問題很想找回流 我來到有問題 但是不想回流 第一 政治因素 那邊 軟滲透 軟對抗 說兩句 軟滲透 那邊沒有什麼好說 那邊 又說 又要拘捕 又要搞別人的父母 又要搞別人的父母 又五毛軍袋 又網軍 你看不到有個好的現象出現 你香港怎麼回去 沒有好現象 只有更壞 沒有更好 然後你跟我說回流 為了個差犯 燒差犯 燒鵝比犯 你這個人還是口康旗 所以完全沒有回流 的想法 我覺得來到 首先要懂得欣賞 萬聖很適合香港人 我不知道為什麼越來越喜歡 它是有些 有些 有些 粗東西 有些地方有些 骯髒 例如我有時坐巴士 那些年輕人很喜歡 就沒有了 那你又 沒有了 你小孩可不可以關小一點 喇叭 沒有了 全車都可以 可能有些小孩 可能小孩又會大聲說話 扔垃圾 在車廂 有些角涵成的感覺 有時候會有的 你可以欣賞他的好面 一些歷史建築 喝啤酒很便宜 那還是便宜的 現在可以加價了 可能進去酒場 酒吧 兩三磅 可能30萬喝啤酒 慢慢享受 一小時 那你香港喝啤酒 過了一小時 倒轉便宜 你知道 英國的活動 其實你都是 都是一個城市的文明 還有自由的空氣 如何感受到 你可以 甚至在社交媒體 大罵香港 任何人 大罵香港的政策 都沒有事 你去遊行集會 也是沒有事 這些就是自由 可以換回來的自由 如果兩樣東西都不享受 那你慢慢就不覺得 英國有什麼特別的 我又不去遊行 上網又不說話 那就沒什麼特別了 難免有些人 可能會有想回流的心態 因為我差不多在這裡 長長香港人 在曼城 市中心搞的集會 我也有去的 去拍攝 去參與這些集會遊行 所以很強烈 拿回那種 即是 重新得到 那份感覺 是英國的 即是我們來到英國 已經是 香港那些人 已經是幫不了他們 我們只能夠在這裡 有遊行集會 幫他們 可能發個聲 即是告訴他們 這裡有人 可以 英國 勉強可以出聲 因為我們在這裡 遊行集會 在這裡 控訴也好 什麼都好 去提升 對香港的問題 認知 有用的 千萬不要說沒有用 遊行集會 沒有用我們來不了這裡 我在曼城 做這些事情 或者拍攝 我主要是拍攝拍攝 令到英國關注的問題 英國會關注 有一個力度 也可以繼續開著門 我們在這裡 遊行集會 就是 令到英國繼續開著門 讓你們 更加容易進來 其實有 騰騰騰騰騰騰騰的關係 那你就會發覺 我們 香港人是命運共同體 我們互相合作 做一些事情 有一個默契 簡單單的默契 不強的 但是自己會自己有一個角色 在這裡做 我也看到有些香港人都很困難 因為我當時去訓練的時候 看到那間公司也挺多香港人 幾個 真的可以說廣東話 真的可以說廣東話 在英語環境說廣東話 挺有趣的 我見識到香港人很困難 不要輕易放棄回流 嘗試 有些人都說我們都不太融合到英國 就算我不是太融合到 我也覺得英國很棒 我也不想離開 我有一個快的方法 就是進入他們的酒吧 你會快一點融合 融入他們的感覺 不需要跟別人聊些什麼 你自己靜靜地喝杯酒 感覺一下氣場 吸一下當地的空氣 那些人可能噴兩口煙 那樣 什麼都好 這就是英國 Welcome to the UK 共勉之 香港加油 拜拜